因为五一年就是那个彩色的天前被说演了很呼动 那时候我老爸说 我跟老爸去看 那看完 第一天看完 大家回来 就看 老爸说 哇 那个天上的景色 过漂亮了 很漂亮 天上的景色 想办法跟他做出来 所以第二天又跟我说 再去买两张票 干嘛买两张票 塞毛钱 不能买东西吃 是 我们再去看 拿个铅笔 去画个图 我准备来做那个天宫 那我比较鬼的 看到演戏完了 外面还有一张海报 把海报给他射下来 杨炳坤一时兴起的念头 实施起来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过程 自古以来 西器从来都是做成器皿或者灯具 西雕建筑 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早 没有可参考的作品 杨炳坤就靠着一张电影海报 和自己多年的打西经验上手了 模具 是这座西雕最为关键的道具 但是 在石头上刻模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 每个部件要刻一模 而西雕天宫共有七百七十六件铸锡片组成 杨丰岩家中至今还保留着父亲用过的模具 这些模具上面捐刻的 是这位打西老艺人的毕生绝火 这种质地绵软到热性强的石头叫叶纳石 和寿山石出自同宗 塔奈高温的特性使之成为打西艺人首选的西母 早些时候 打西将自己不会刻模 都要花上三四块大洋 甚至更多 请城里那些文人来雕刻 因此 泉州打西界流传着一句这样的俗语 卖模不卖模 意思是 宁卖老婆也不能卖模具 不过 被邻里称为神童的杨炳坤 十三岁就已学会自己刻模具 天宫所需母具全部由他一人完成 当年 杨炳坤所做的西雕作品《天宫》 以原杜崇雅 成为马来西亚华侨狂顾来的私藏珍宝 我们只能从印刷粗糙的旧报纸上 想象它的华美精致 但是 天宫的完成 打破了传统西雕 只能制作器皿 灯饰的建制 开创了建筑类西雕工艺品的先河 1954年 一堆父子爬上了开园寺内的东西塔 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参观游览 而是拿出一条布尺 一根竹子 还有从寺庙那儿借来的120相机 开始逐层丈量起了东西塔 这一粮就是一个多月 很多人对此表示疑惑 直到两年后 一队一笔二百的西雕东西塔问世 才揭开了谜底 当年这队父子就是一顾的杨炳坤和儿子杨峰岩 这队共有五千多个零部件 384幅浮雕组成的东西塔 让泉州人认识了西雕艺术的精致华美 在政府的支持下 父子俩又创作了更大比例的第二版东西塔 在各大展会上出尽风头 人们惊讶地发现 以往用来做酒壶 灯台 茶叶罐的西 也能做出如此巧夺天工 标新利益的艺术品 1982年 父亲杨炳坤的去世 让杨氏西雕的传承责任 落到了杨峰岩的见赏 早在第二版东西塔的制作过程中 杨峰岩已经是主力 但他一直有一个遗憾 第一版东西塔因为缺少可参考的图片资料 完全靠不齿丈量 在比例上的把握并不精准 杨峰岩和弟弟杨峰玉商议后决定 重新开幕 做一对没有缺陷的东西塔